我把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重點回覆一下 上個禮拜的話是第11次,今天是第12次,所以等於還有兩次讓我們這個課程結束了 因為後面的課程難度越高,所以回去的話可能你還是要複習 那我盡可能都是有一個階段的,不會說一下子就講很難的東西 有沒有,因為前面跟後面其實是有個銜接的 我前面講過後面都會用到,有沒有 有沒有,像包含像錄製劇集好了,我也不會說一下就把VBA寫得很困難 而且我在VBA的程式裡面盡量追求一個特點 這個也是替初學者遭想的,就是說盡可能程式寫得越少越好 所以我的程式盡量輕簡 第二個的話,那個程式盡量越好理解越好 一看就至少你都是比較能夠看得懂的 另外還有一個,盡量一次性,你不要有的寫這樣有的寫那樣 那常會的同學又搞不清楚,到底老師你為什麼你這個地方這樣寫 你那個地方又是另外一種寫法 那其實你會發現程式,它的寫法有非常多樣性 同樣一個結果,其實可以有非常多種寫的方法 不是只有一個答案 但是為什麼要挑最後的那一個 因為我個人覺得,我自己覺得 這樣的寫法相對是最簡單的 OK 但是如果你覺得,老師我覺得這個方法 對我來說好像也不夠簡單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習慣的方法 都沒有關係 OK 那因為寫法真的太多元了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 我們的重點第一個 就是利用那個什麼呢 簡單的爬蟲 那這個爬蟲呢 實際上也是從Excel裡面錄製具體精簡而來的 那我是把它弄成一個範本 你們可以在雲端上面找到那個範本 有沒有 那個範本 基本上貼上之後,只要再增加兩個 兩個項目的資料 第一個就是你要抓資料的網址在哪裡 網址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要看看編碼方式 到底是 大概主要是兩種 一種是Big 5 還是UTU 8 OK,你如果有RUN碼 你換另外一個應該就OK了 那另外的話呢 裡面的資料有幾個可能會需要 注意的問題 包括就是說 下載的資料那個日期部分 它沒有斜線 所以沒有斜線的話 那將來你要繪製折線圖的時候 它就會出問題 因為如果你的橫軸不是日期的話 它沒辦法幫你按照日期去分配資料的高低 也就是橫軸X軸日期 中軸Y軸的話呢 那就是它的匯率 有沒有 每天每天匯率高高低低的吧 OK 最後的話再把折線圖畫出來 那上個星期其實我們除了畫一個之外 其實我們還不滿足有沒有 我們還畫兩個 有沒有 美元載著人民幣 那人民幣畫完之後呢 再把全部 全部有10個 全部畫出來 因為它有印象 OK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可以的話 回去還是要把它 全部做過一遍 那做完之後的結果 我把它複習一下 其實大概長這樣 第一個哦 匯率部分的話 這邊本來是空的啦 OK 把它體力了掉 那我們呢 可以怎麼樣 按個按鈕 這邊不是有匯率 匯率下載 按下匯率下載的話呢 你會發現 左邊這邊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就是呢 幫我把資料 從那個雲端上面 就把它丟 把它載下來的 本來是CSV吧 OK 這個CSV的話呢 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某一個 某個網站上面的一個資料 那我把它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那抓什麼抓啊 特別注意哦 其實我是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範本 所以 雲端白板那個範本 你們找一下 應該是第一個單元 就是在數學 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外幣匯率資料下載 與匯視者建築之一 記得之一 因為今天有之二啦 之一的部分哦 那你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範本如下 就是這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 其實增加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網址 網址就放分號後面這裡 把網址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邊有個叫什麼 Tex file的 platform有沒有 這邊就輸入950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到是 BIG5的話 就是950 如果UTF8的話呢 那就65001 OK 目前大概這兩個數字哦 切來切去啦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呢 幫我 從那個 雲端上下載 但是下載完之後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原來的日期 它沒有斜線 沒有斜線的話呢 將來你要匯視折線圖的時候 就會出錯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還多做一個事 就是把 沒有斜線的日期 改成 有斜線的日期 而不是 用那個 塗法煉鋼 或者用函數哦 我們是只用VBA哦 OK 所以這個應該上個禮拜 有印象吧 那我們好像 本來是用那個 這個 回圈 然後串 同學有提供一個 蠻好的 一個 寫法 就是 用那個資料剖析有沒有 把它剖出去變成日期 那當然啦 兩個都可以啦 反正最後 你 只要不要塗法煉鋼 那我們有舉兩個方法 一個是錄製劇 OK 如果你會做這個動作 但是你不會變成層次的話 很簡單嘛 錄製就好了嘛 OK 所以以後呢 假如 有些每天都要做個重複事情 記得哦 把它錄製劇 所以錄製劇的部分的話 有一些可能要的 注意事項 我上禮拜都講 所以你如果細節問自己再稍微看 或者把前面的影片 如果錄製劇齊的一些相關要點 稍微注意一下 反正以後呢 你想要 就是 進入到VBA的程式設計領域的話 我覺得 Excel倒是蠻友善的 因為至少它會提供給你錄製劇齊的功能 其實就很簡單嘛 它把你不會寫的程式變成程式告訴你 那當然啦 它錄下來的程式有時候很囉嗦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具體的程式變得更精簡的話 當然下一個階段 就是你要看得懂到底錄了什麼 然後把多餘的程式把它刪掉 或者把它去掉 因為像我已經錄了有一定經驗 所以我現在很多程式都把它用得很精簡 OK 看起來就會覺得不會那麼囉嗦 像那個什麼 匯率下載的部分的話 其實本來的程式非常隆長 大概有20行以上吧 那我已經把它簡化了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資料下載完之後 有沒有 然後總共後面有B到K 總共有10個欄位的匯率資料 那我希望 因為你會發現 像美元對新台幣 這個雖然數字看起來應該是還OK 只是說呢 如果以肉眼來看的話 像看起來蠻累的 高高低低 什麼時候高什麼時候低 比如說這兩個月 五月到六月 到底哪個時間最高 哪個時間最低 那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畫個摺線圖就好了 所以上個禮拜就畫個摺線圖 美元摺線圖 那你可以看到 最高的應該大概就在這裡 有沒有 5月17這個時間點 那多少呢 30.8 817 那最低的話大概在哪裡 最低應該看得到底部 應該大概這個range吧 這個大概就是 最低好像30.64 最高到低好像下差沒很多 可是你說 老師這只有兩個月 五月到六月 六月只有過 它好像到昨天2月8號 資料很少耶 那 舊同學說 老師那這樣觀察 匯率其實 我覺得參考 客觀性不高 最好是可以 資料量越大 那我可以參考的範圍 當然 這個得到的 歷史資料越多的話 相對對於我在投資上面 相對會越棒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看到歷史 最好是十年 有沒有 你抓個美元十年好了 你會發現 十年最高大概到哪裡 頂部應該到多少 我記得好像三十二年級吧 底到頂喔 OK 最低的話到多少 有沒有到二六啊 好像沒有 到二七吧 OK 所以喔 如果它已經到底部的話 有沒有 大概 其實二七二八 我覺得你就可以買了 你就不要說 要最低最低才要買 什麼時候最低誰會知道 反正相對低就可以買 像你看那個 日幣好了 現在已經0.22嘛 22多有沒有 已經是底部啦 因為歷年來沒有那麼低的啦 OK 我記得我大概十幾年前去日本 還0.4級耶 0.4級那個時候去日本 買東西都覺得 哇 這什麼東西好貴喔 什麼東西 吃起來都覺得好像 買不下去對不對 但是現在裡面 感覺 哇 什麼都便宜耶 哇真的很便宜 OK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就可以把它買一些嘛 買 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開那個外面 戶頭嘛 那就買一點放在裡面 然後如果出國的話 其實最省的話 我發現 真的還是辦個那個雙幣卡 那雙幣卡 就是我直接到 比如說日本好了 那我就 我最低的時候 把錢先存進去嘛 然後呢 我到那邊的時候 我刷 它直接用日幣 我帳戶裡面的日幣結帳 然後不會有那個 手續費 所以有幾個好處啦 第一個喔 我可以最低的時候買 對不對 相對低啦 我畢竟最低 反正相對低我就可以買啦 把它放進去嘛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在住錢的時候呢 沒有 像信用卡一定會有一個那個什麼 就是說你 你 結帳的時候 它會多1.5%嘛 因為手續費一定會1.5% 這固定的 另外的話 你的那個 匯率不見得是最好的 因為它給的匯率 我之前看過好像也都 比 還一個期期 還要稍微再高一點點 所以其實喔 並不划算 我剛剛最划算好像用 我目前啦 用雙幣卡我覺得是最划算的 那 那 當然呢 信用卡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不用帶現金是最好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可以不用帶現金 最好是直接怎麼樣 那我信用卡可以直接 儲值到我的那個 Eco卡或者Sweet卡 有沒有 像他們Yoyo卡 那我消費 我就用那個來消費 這樣我都可以省更 後來發現喔 查了一下 好像不行 那目前喔 支援信用卡可以儲值到 他們的那個 IC卡裡面 就是他們的Yoyo卡 好像只是那個 Apple Pay而已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要把手機改成Apple 算了 不要老啦 所以後來發現 算了 就是用那個 付費的話 盡量用信用卡支付 這樣 其他如果需要現金 還是需要 OK 那再來的話 美元折現圖之後 我們上禮拜有畫一個 人民幣折現圖 所以 我們會需要怎麼樣 畫這個圖 第一個有沒有 畫完這個圖之後再畫這個 然後畫全部 那怎麼畫美元折現圖 各位還記得吧 其實很簡單喔 我就錄置聚齊 然後呢 把範圍選好之後錄 那其實就產生兩行程式 那裡面的話 那兩行程式 我只要再加四個參數 就是它的坐標 有沒有 坐標在哪裡 比如說M1的Light M1的Top 然後呢 總共V10的寬度 乘以10 然後這個高度 Hight乘以10 那我就可以畫出我要的一個圖了 所以總共的程式 就只有兩行而已 OK還記得吧 真的不多喔 畫圖 我是覺得程式馬來真 非常非常少喔 只是說你要知道改哪裡喔 OK 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而且 很好用耶 為什麼 因為喔 你看數字啦 真的看得很累 像剛剛那一堆數字 你說哪個高哪個低 你說啊 如果排序好了 是排去OK 那問題 你排完之後 你還要再排來排去 你倒不如畫個圖來就簡單吧 而且你將來喔 要跟人家做簡報的時候啊 你就放個圖就好了嘛 圖一下 你如果拿一堆數字給人家看喔 我看你會被人家嫌棄啦 你放個圖的話 怎麼會被人家嫌棄 然後就哇 好厲害喔 你是怎麼做的 有沒有 把每個圖都分析 最好是可以做成一個類似像 POW BI 最重要就是Dash Go Dash Go Dash Go 就是拼在你要拼的位置 看你要顯示什麼樣的資料 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類似像我們這個其實也類似像Dash Go 可是這個Dash Go 是重向的 OK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講 先畫一個對不對 先畫美元 然後畫第二個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跟美元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 它的坐標把它改成11列的位置 所以這邊改成M11 有沒有 然後寬跟高不變 所以主要改這個喔 所以呢 我們後來 使用全部折現圖的話 那其實主要就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M 因為它底下全部都畫了 主要解決兩個問題 兩個變數 還記得吧 第一個變數的話 就是要把那個什麼 M本來後面的數字是1對不對 1 然後這邊是變11 下面的話應該是21 所以都相差10嘛 那初始始為1嘛 所以我們就增加一個變數叫K K等於1 然後這個的話 K等於K加1 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是 一直加一直加 把K產生了 那位置就變 就是會一直往下放 第二個的話 然後呢 你的 這個資料來源喔 本來是在B欄 要變成C欄 一直到K欄 所以我另外想一個辦法 嗯 怎麼樣可以讓它第一支是B 第二支是C 一支類推 OK 我用什麼 用MID 然後給它一個字串 就是BC DE到K 那我要的第一個就是B 把資料切出來 所以這上禮拜的東西喔 細節它還是這樣 所以做出來 看到結果應該是這樣 看一下 就這個 上個禮拜 K有沒有 OK 應該不陌生吧 程式也不多 有沒有 主要是在這兩行的基礎是上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因為我們要跑10個嘛 所以回圈符I等於1到10 然後再解決K 所以K等於1 K等於K加1 另外的話呢 為了解決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在這邊 這個地方有沒有 必須要串一個哪一欄 OK 這兩個喔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 上個禮拜的那個全部的線圖 也可以把它 不要看我的程式嘛 你要Ctrl C Ctrl V 沒意義 OK 並且說 最好是可以 有沒有 可以自己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所以最後的話 刪除圖的話比較簡單 就是用Active 所以目前的工作表裡面的 Charge Objects 點Delete的方法 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從 雲端上面去抓我的範本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刪圖 這個外面要包一個邏輯判斷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假設 你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Charge Objects指的是那個圖物件 如果裡面點Count 是它的數量 假設不是大於0 不是大於0 就是沒有圖 沒有圖的話 你不要刪喔 不然會出錯 比如說我之前 沒有加這個邏輯判斷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沒加的話 它會造成什麼錯誤 當然如果你有圖 按刪除是沒關係 可是如果沒有 假設沒有圖喔 那我還是刪它的話 你會發現會出現什麼錯誤 應用程式 就是貨物件定義上的錯誤 錯在哪裡 錯在這裡 這裡為什麼錯呢 因為喔 你叫它刪那個圖 但問題是裡面根本沒圖 所以它會出錯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我在外面再包一個那個什麼 這個判斷 如果它裡面 這個Active Suit 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喔 假如有圖的話 那我再刪 可是如果沒有圖的話 像這個沒有圖 所以這個邏輯判斷應該會為False 有沒有大於0 這個應該False False的話就跳過去了 OK 按F8 跳過去了 就不會刪了 就不會判錯誤的意思 OK 好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些相關重點說明 那今天的話喔 延續上個禮拜的重點喔 因為就有同學說 老師你提供的開放資料喔 太少了 只有五月跟六月 可是一般我們在買外匯的時候啊 我希望喔 我希望喔 最好是可以那個 歷史資料越多越好 你看人家網站上面都提供了很多 Range 我們可以改 後來我發現其實是可以耶 但問題喔 我們上個禮拜 提供給各位的這個連結喔 這個應該是開放資料啦 這開放資料的話 它固定就是提供兩個月份的 這個沒辦法改 但是你會發現喔 底下我查了一下喔 他這個 他這邊好像有 他說提供兩個月資料 他說 如果你要提 若要查詢三年以上的資料 建議到這個網站 所以後來我就到了這個網站 後來發現這個網站還蠻好的 這網站喔 就是前網這個 這個網站的話呢 原來是奇交所的 這個 奇交所裡面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會有一個 應該是在哪裡啊 它的 如果外匯資料的話 這個股價 奇交所裡面 呃 商品 股價 有什麼 啊 匯率啦 匯率期貨 是這個 匯率 匯率 這邊有 匯率 匯率 我看一下 因為喔 那這個地方 我們在那個 外幣匯率資料下載 匯率之後這邊喔 其實我有找到 奇交所裡面喔 它是有這個資料 網站在這裡 我看一下 奇交所喔 那你會發現呢 它跟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連結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也是奇交所 在這裡喔 我看這個 這個是喔 交易資訊啦 OK喔 交易資訊裡面的話呢 就有一個叫 每日外幣 參考匯率查詢的頁面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這個得到的資料喔 基本上就跟上個禮拜幾乎是一樣的 有沒有 這個是五月到六月啦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它多了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呢 可以讓你輸入你要的條件 欸 比如說你想知道 2023 那它預設是五月一號到六月九號 其實就是開放資料上面的資料範圍 但是如果你想要擴大範圍 我想要知道喔 2023年1月好了 所以你把它輸入1好了 這邊改成1 1月1號到6月9號 有沒有 你把這個資料填入之後喔 你按下送出查詢 它下方的資料會不會更新 你看一下 按查詢一下 看一下 OK 欸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下方的資料喔 它會從1月3號 到6月9號 欸有吧 OK喔 然後呢 這個範圍的話呢 當然 不過你說1號 因為1號 1月1號跟2號放假 沒有開市啦 OK喔 所以沒資料正常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更多 更多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2022號 不過它好像有限制耶 之前好像可以最多查3年 但是可能太多人都會抓這個網頁 所以它好像有限制耶 按送出查詢 它就會出現什麼 查詢區間不可以超過1年